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庭条件却很复杂 初中时他父母离婚了 但两人却并没有分居 没多久他的母亲就因为癌症去世 第二年 父亲与一个有三个男孩的女性在婚 于是中间起死就成了累赘 大多数时候都是在祖父母家中居住 因为秀里的外表和甜蜜的笑容 他16岁就被星探挖掘进了演艺圈 而当时他答应的原因是因为不想回家 于是他就以模特的身份进入娱乐圈 他是幸运的 之后他转向演员方向 并在电视剧《西木耀怪台》 《西木格里》 饰演一名女高中生 凭借这部剧 中间结词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那时新闻媒体称他为 严重目的最新型短发美少女 18岁时就出演了知名恐怖电影 《午夜凶灵》 掌路头角 之后的《明日香》也是备受好评 知名度暴涨 这让他笑颜如花的青春少女形象深入人心 21岁那年 他开启了事业高峰期 作品《白影》 让他成为当虎女星 并拿下最佳新人奖 女婿大人 热血教师等剧 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女婿大人让人们记住了 那个春水般温柔 其实流泪也会笑得很漂亮的平凡女子 童年的白影 他因而肥未推 两颊像含着糖 太阳霸的笑容 亦由既往迷人 却多了能让人与他同校同悲的感染力 2002年 他出演了家庭爱情喜剧《午餐女王》 凭借此剧 他获得第34届 日剧学院上最佳女主角奖 这是他首次担任最重要活力当 富士坛月酒的主演 配角是低真一 七夫木聪 山田孝芝等人 阵容豪华 让这个事后更贴韩金亮 他被称作踏平天团smart的女人 两年后 他和穆村拓三合作了那部知名的作品 冰上恋人 很多人也是从这部剧认识到他的 他跟穆村拓三火花四年的对手戏 那些高天片段 过了18年 一眼让人念念不忘 同时也是这部剧 他和穆村拓三成为了好友 所以当穆村拓三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 在片场痛哭不已 话题一说回来 相比于事业上的一帆风顺 中内节词在爱情上算是领外花明 2004年他转的电影 借着《雨点说爱你》 成了当年日本电影票房寄居 也正是因为这部电影 他及时的男演员 中村失童 两人很快就开始交往 并且步入婚姻殿堂 生下一个孩子 但婚后没多久 男方就有经常被拍到酒驾 出轨其他女演员 中村失童先是跟前女友屡次纠缠 两人一同驾车出行 酒驾被捕 后背不断拍到在不同场所 跟不同音乐员优惠 毫不检点 扑天盖地的报纸头条 直接刺破了这场婚的幸福泡泡 面对这些 中内妾子并没有选择 像其他人一样原谅丈夫 而是果断离婚 并且拿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他花了足足两年多的时间 来接受这场不一 带走孩子 什么都不要 这样的行为也使得 他在当时遭到了不少人谩骂 但是中内妾子并不在意 而是转身把重心 放在事业和孩子身上 而另一边 离婚后 中村失童在2015年 还娶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模特 婚后又被拍到出轨 变本加厉 任谁看了都会来一句 狗改不了知识 经历了婚变 又要独自抚养孩子的中间截子 虽然不再像过去那么高产 但依旧是作品不断 而且随着年龄的上升 他的戏路甚至更为开阔 2005年 春之雪里 还饰演的古典美人 聪子再度颠覆 一瓶影像 我见尤莲 也获得日本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提名 年龄25岁 她就坐稳了 日记女王的宝座 在一众大牌演员中 看似柔心若果的她 却总会让人无法忽视 很多男神 将她视为心中的女神 三浦春马 曾在采访中说过 最喜欢的女演员 是朱内杰子 红遍日本的偶像 兼影帝 阿尔公和野 是朱内杰子的超级迷地 对她的迷恋 和狂热 忍尽皆知 母孙拓子安 视她为挚友 收视自己合作 最开心 最默契的女演员 一举一动 都皆是对妹妹般的偏爱 每次对视 都会忍不住大象 2008年 她在 《没有玫瑰的花店》中 饰演盲人 再度斩获日本奥斯卡 很多和以往形象不同的角色 《神探夏洛克小姐》里 她成为了历商 第一个女版福尔摩斯 广受好评 而她离婚后的这些作品 彻底颠覆了过去 她在人们心中 浪漫无忧的形象 因为年龄的增长 也因为岁月 给她添上了故事 她的爱情信仰被摧毁了 但她似乎坚韧胜从前 大家本以为 《中内杰子》 会在这场胡云里 远期大伤 但出乎意料的 她依然爱笑 还笑得更惨了 上节目时 大大咧咧的《中内杰子》 总是控制不住 自己奉生大笑 大笑到见牙不见眼 被吐槽奇怪 甚至被说是 内在心不良少女 但她还是笑 跟她合作过的人 都会不约而统地评价到 杰子是十分有气的人 她脸上似乎永远只有笑容 从不见半分忧愁 当然上天也很眷顾她 在09年的时候 她解释了 比自己小五岁的演员 中林大叔 两人相爱十年后 进入婚姻的殿堂 中林大叔家庭富裕 从未有过绯闻 婚后即使被大家说 女腔男弱 也不在意 她一直支持着 中内杰子的事业 从不让她操持家里 婚后两人 每次被拍到 也是十分恩爱 2020年1月 中内杰子生下了 第二个孩子 事业高峰 家庭美满 但是看似时刻 带着微笑的她 选择了自己 孤独地离开人世 也是所有人没想到的 有人猜到她 一直没有走出 第一段婚姻的阴影 有人传闻她 产后抑郁症 只是隐藏得很好 并且和她同族的男演员 三不春马 也在她 离世前几个月 自已身亡了 中内杰子 与三不春马两人 还曾经在 最后一部电影片场 坐在台阶上 开心的制造冰淇淋 如今已经物是人非 只是此刻 脑海里托人浮现 某次上节目时 中内杰子被问到 保持健康积极的秘诀 是什么 她说 会勉强自己 动从嘴角去尝试笑 会想 还能笑就没有问题了 原来 那么美好的笑容 她曾用尽全力来维持 如果时光能倒流 多想她身边有人 能对她说 笑不出来 真的没关系呀 希望此刻 在天堂的竹内杰子 能放肆笑 也放肆哭 人间因她曾来过 无比美好 在她离世一年后 终于大树 迟迟不肯将她骨灰下葬 并要亲自抚养 竹内杰子 跟前夫的孩子 人生无常 谁没想到 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 真相或许 永远不会被知晓了 希望在天堂的竹内杰子 能真正快乐 好了 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